嘿,我是阿图,北花是崔根的教育博主 最近考古旧视频的关注者格外多 大多是给教学工具、教学资源有关的视频点赞留言 这期视频分享近五年来 我经过不断试用和筛选以后 还在收藏夹里的中文教学资源 包括app、公众号、网页 包括视频、资源、工具等等 视频的文字版会发布在微信公众号 外地老师阿图 一起解锁全年份的成长吧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手机app 从教汉语开始 我手机里就一直有新华词典和康星字典app 汉字结构、笔画、字译、繁体字、词语用法等知识点 稍微有点不确定的都要去查词典 新华词典app虽然可以一键搜索 但还是保留着直至词典的搜索功能 拼音检索、笔画检索、步手检索 可以带着学生用这些检索功能 更深入的了解拼音、汉字笔画、偏旁步手 第二个是百度汉语app 功能更全一些 适合流量充足或者方便连接无线网的老师们 成语、诗词、邂逅语等 在传统词典里很难找到的汉语知识 都可以在百度汉语里找到 还能找到高质量的视频资源 海外的华人父母也可以给孩子们看这些视频 增加孩子们对汉语学习的兴趣 第三,京东读书 原来叫做京东阅读 是我使用过的阅读app里 中文教学书籍质量最好的 第一堂中文课怎么上的视频里提到过的 汉字是画出来的 也是在京东读书app里找到的 图文清晰度很高 除此以外 也能搜到教学活动、拼音卡、绘图等资源 给华人孩子教书的时候 我很常用这个app 第四,另一个比较推荐的阅读app是百度阅读 我找到的书籍图文质量比京东的稍微差一些 但也还能接受 大多数读物适合有中文背景的学生 第五,如果你的中文学生自觉性好 程度也还不错 推荐是用读Chinese 这是一个付费app 根据学生感兴趣的主题和汉语程度分类 还能勾学简体汉字和繁体汉字 以阅读短文的形式 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化 类似于我们自己学习外语的时候 通过大量阅读、培养语感 顺便了解新闻和文化 之前有一款类似的免费app 界面更整洁、实用更简便 三年前突然不更新版本了 现在无法打开这个app 个人猜想可能是因为没有收益做不下去了 放弃这样高质量的app真的很可惜 作为用户很乐于为好内容付费 希望教育行业的高质量产品 都能得到应有的收益 也很期待更多投资者 能发现更多优质的教育产品 第二大类是微信公众号 首先要推荐的是对外汉语女生部落 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公众号的创始人 在YouTube或者Google上搜索对外汉语关键词 会出现我和Luna周的视频推荐 Luna是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的专业中文教师 本体知识扎实、教学经验丰富 目前在西班牙教中文 她在自己的视频频道 推荐汉语教材、教学技巧、语法教学、课堂管理等内容 我在刚开始教中文的时候也参考过她分享的内容 对于没有系统学习过 汉语本体知识的新老师来说 这些分享很实用 她跟好友喵喵创办了对外汉语女生部落这个公众号 分享课堂经验、本体知识、教材推荐、新手必备、儿童汉语这几大类内容 同时也有微信群、常年满园、群员可以随时答疑 身为同领域的APP 我深知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也很乐意推荐高质量的同类博主给大家 也欢迎大家推荐你喜欢的教育博主 我们一起取长不短 实现共同进步 第二个是汉语教学技术研究 就跟她的名字一样 这是一个技术流汉语教学公众号 主要解决语料库、词汇在线查询 Moodle测验得分说明 Windows图片格式批量转换等计算机 教学技术有关的内容 同名网页上可以找到热门汉语教材的音频资料 对教学技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一下 海外教学技术非常发达 很多知名的公司 比如微软和谷歌 都有非常成熟的教学技术和产品 想要发展教育 除了提高教学质量 也真的非常需要教学技术的支持 期待中国的教学技术也能受到重视和发展 第三 Jesse老师加油站 Jesse老师是区内非常有名的教学素材原创达人 他的工作坊经常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做线下workshop 他分享的教学方法和素材 适合各年龄段不同程度的汉语学生 我至今没有机会参加他的workshop 很遗憾 原来的公众号叫Jesse2老师加油站 由于某些原因停根 大家可以关注那个公众号 查看往期内容 第四 吕老师海外中文平台 吕老师是悉尼的经验中文教师 也是我介绍过的教材 边学边唱的作者 这个公众号更关注海外中文的发展情况 包括社会 学校 家庭 个人 对于汉语学习的看法 汉语教学的挑战 与机遇 如何通过短片 歌曲等媒介 学习汉语与中华文化 我们都知道 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在学习语言本身 更是在学习文化 但是大多数人的认知里 文化指的就是生肖 传统节日 传统服饰 食品 地标 习俗等内容 在吕老师的公众号里 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学习的概念 第五 小林 我用过很多小林的免费教学资源 划分独特 创意不断 比起小林的话 我的绘画技能只能算得上是不规则图形的随机堆叠 所以我的付费资源基本以文字和表格为主 手工创意甚少 对手工创意有兴趣的老师们 可以在适用小林的免费资源包以后 再考虑付费使用更多优质资源 第三大类 网页 首先要推荐的呢 这个网页可以查询字 词 词组 些后语等的意思和用法 有中英文翻译 我在拼音转化的视频里详细介绍过这个网页的功能 就不再具体介绍了 第二个是不知道是念Pinterest还是Pinterest 这个网页有各种语言的闪开 教室布置 手工素材 很多素材可以免费下载使用 用中文搜索关键词可以找到中文教学资源 也可以用其他语言搜索感兴趣的主题 参考其他语言老师的教学点子 第三 ArchChinese 这也是一个在中文教师圈里比较火的教学材料制作网页 付费使用 有微信交流群 可以在群里 艾特群注 提意见和建议 因此 这个网页的功能改进和系统更新很及时 闪卡 手工 习题 汉字笔画等功能都很方便 是我最常用的自制教材网页 第四个分类 视频频道 我关注的很多个人频道 最多做两三年就永久停更了 机构频道做一段时间 就去个人主页做付费内容 或做线下课程了 我以下推荐的YouTube视频频道 是我目前为止还看得了的内容 如果你现在去搜这些频道 因为各种原因停更甚至关闭 请留言告诉我 谢谢 第一 宝宝巴士 在YouTube搜索儿歌 故事的时候 经常会有宝宝巴士的作品 适合幼儿园和小学的汉语教学 可以给非中文母语的学生介绍巴士的意思 顺便学习交通工具的名称 第二 Off the Great Wall 这是一个停更两年的频道 通过有趣的对话和生动的小短剧 介绍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异童 适合非中文母语学生和海外出生长大的华裔学生 有些用词和表达可能会有年龄限制 在给学生看之前 老师们最好先反复观看 确认观看的年龄限制 第三 兔小贝 另一个受小朋友喜欢的儿歌 故事频道 第四 Melody Blow 停更一年 粉丝们还在期待回归的暖心博主 有同名微博和Instagram Melody是一个生活美妆博主 有一对可爱的混血双胞胎女儿 她时常分享幼儿教育的内容 包括亲子互动 图书 一只游戏和玩具等 很多玩具和教育类电子设备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Melody的频道尤其是和在海外的宝卖强推 第五 Learn Chinese Now 停更一年的频道 用有趣的表述 短剧 Vlog 介绍汉字 语法 文化等本体知识 也偶尔解读新闻 更适合非中文母语学生和海外出生的华裔学生 需要检查观看权限 如果你有其他的教学资源 也可以在评论里分享哈 如果在我的视频里获得 哪怕一丢丢能量 请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支持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